台湾 我觉得我们的农民应该到台湾去参观去学习 他们真的是互相合作的 他们可以把一个好像叫芒果 叫水苍 这种很 现在到中国的市场 你可以看到红龙果什么东西 他们都是很小的果园出产的 但是他们的量很厉害 因为农民本身他们很合作 所以你看马来西亚主要是农民的心态 农民的心态 土地当然了 土地的解决方法就是我刚才已经跟你讲了 这块土地是属于农业的 假如没有把土地的生产力利用租给勤劳的农民去 但是你要有所保证 你不能够给他租六个月一年 就农业不给了 就租给他二十年三十年 这样他可以投资生产 这个很重要的 台湾自从跟着有齐田的政策以后 他做得很好 所以你去台湾 你很早看到农业地有长野草 就是他们全部利用得很好 利用得很好 泰国也是如此 好像刚才我们讲农业大学 我也去过泰国 基本上我三十年前我就发现到 它的农业比马来西亚要进步 马来西亚除了一个棕油 因为泰国不适合种棕油 因为它的乳量少 是不是乳量还是 乳量 主要是乳量 乳量的问题 因为棕油需要的乳量非常高 印尼的乳量是相当高 所以假如说马来西亚 还不自强不息地去发展农业的话 泰国已经比我们厉害了 接下来的是印尼 因为越南当然 尤其是越南的水产业非常发达 所以马来西亚在农业方面 可能是落后在所有东西的国家 假如说不在 除了新加坡没有土地 当然 其他国家都是比不上 其实我们马来西亚的很多农产品 在国际的买家来讲 都是新加坡出产的 不过新加坡 我们的把达品牌放进去 因为都是透过它的 它的国际贸易商家的安排 所以国际买家都是跟新加坡 卖家借鉴的 所以马来西亚在这个国际贸易方面 在出产这个蔬果业方面 也是相当落后 相当落后 所以很多时候利用新加坡 变成很多产品 去到外国都变成新加坡的产品 好像最最基本的一个 现在也新兴的燕窝来讲 因为我们没有跟中国 签这个农业协定还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的很多的农产品 要送到泰国才到中国市场 要送到印尼 在国际贸易方面 就是属于他们的产量 当然了 因为是他们的出口 可是对我们来讲 又卖不到钱了 赚少了一笔钱 所以农业的国与国之间的农业设定 一定要进行 今天非常谢谢张博士为我们讲述 关于农业的未来20年的前景 我们谢谢张博士 下期再见 谢谢